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端熊場 大家都知道我呢 上個禮拜 遠桃線發炎 今天大概是第七天了 有好很多了 估計再boog兩三天應該就可以完全好了 但是 鑒魚現在呢 這幾個洞還是在 所以不能太大的講話 不能像以前那樣子 這麼的100%輸出 OK 所以今天講話的事情差不多像這樣子 好 今天呢是觀眾的來信時間 台北萬華的觀眾 這個已經變成是 我跟觀眾之間的一個默契了 海水 英雄你好 我是一位來自台北的國二生 因為之前呢 你在組裝樂高瓶中船的時候呢 有說過樂高給的海水不夠 在觀眾來信時間呢 這一集已經有觀眾給了你兩包海水 看起來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再給你四包好了 希望你可以把坪中船做到最好 好小白 謝謝你了小白 下一位來自 永華六街的觀眾 這應該是自己做的印章吧 然後還有一台MM巧克力的車 英雄你好 我是一位12歲的小粉絲 今年要升國一了 希望你可以祝我一切順利 加油啊 其實國中到高中這段時間是最好玩的 盡情揮灑你的青春汗水 我想要說的是 謝謝你拍影片給我們看 因為你的影片總是在我無聊的時候呢 讓我的生活變得有趣許多 我是從B級玩具總動員開始認識你 那說到B級玩具總動員呢 這個系列不是停拍了 而是我還在尋找 因為B級玩具嘛 要夠B級才可以上我的這個節目 你要在二三線的玩具廠商 甚至說連那種盜版的坊間的 自己做的 黏在羊奶瓶上的 那種玩具呢 卻要很好玩 就是這個系列的中子 所以其實也是蠻難找的啦 下一位來自台北萬華的觀眾 我說真的啦 你們真的不用再把你們的玩具 寄來給我了 我是真的很感謝你們這個心意 但是真的把他想說的話 寫下來然後跟我說就行啦 嗨英雄 你是我在Youtube中第三喜歡的人 第三喜歡就不用講了好嗎 非常喜歡你拍鋼彈以及NERV的影片喔 我送你TOMICA的R8 還有紅翼端公仔 也希望你可以多拍一點鋼彈的影片 那說到鋼彈的影片呢 我目前有追的就是鐵血的孤兒 所以我喜歡的機體 不外乎是獵母啊 或是裡面有出現的 一些鋼彈 那最近組比較多的就是 主角獸嘛 還有出鋼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我 有這種組鋼彈的心情的話 你們就要推坑我 你們要推說哪一部是比較好入手 就是很快可以了解劇情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的 就像當初推我進去鐵血孤兒一樣 你要讓我對他有一種愛燃起來 這樣子我就會覺得 唉唷 好想要組啊 我就去組了 好不好 日本的航空郵件 我覺得航空郵件都很有趣喔 就是他的 明信片的封面 都有一些典故原有 比如說那個在地的地方的 風俗民情 我覺得很酷 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英雄你好 感謝你三次抽中我 我在日本京都壁旅中 這裡風景好美 人也很nice 非常值得來 京都就是大阪那一代的嘛 金版神 有機會的話呢 我再去探討一下 有什麼值得 深入探險的 我剛才剛剛講完 我對明信片的感受 這邊就講 英雄有收集明信片的習慣嗎 我和朋友都相當熱衷於此 每次搜或是發都很興奮 希望你也喜歡 我是蠻喜歡的啦 我現在收到 加拿大 美國 日本 那哪裡 馬來西亞 香港 各地觀眾界的明信片 其實都蠻有特色的 我覺得很酷 可能找時間 我會把這些明信片挑出來 然後做成一本 祝工作順利 身體安康 哥利亞 6月27號 哥利亞 老觀眾了 謝謝你 下一位來自 新北市新莊區的觀眾 哈囉英雄 我是在YouTube的 神奇演算法中呢 無意間滑到你的頻道 也蠻感謝YouTube的演算法 就是可以吸引到這麼多 有跟我共同興趣啊 或是說 共同理念的人 竟然有頻道呢 是讓我一看就愛上的 最喜歡你的 Google地圖上的奇妙座標 有蠻多觀眾呢 推薦我一些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呢 不太像是 Google地圖上的奇妙座標 有些的觀眾呢 記得一個地標館 然後一看就是一片樹而已啊 也沒有什麼奇不奇妙啊 應該是啊 你在Google地圖上看到一個點 然後你覺得很奇怪 這樣大家才會一起參與的感覺 然後呢 我竟然會喜歡一個影片的結尾 那就老樣子影片破現在 明明就有新影片 再給你們 這句話已經是一個 傳統啦 我覺得在我這個頻道 算是一個傳統 在頻道初期啊 為了要促進跟觀眾的這種互動 所以那時候有訂了一個規矩 就是 影片破1000個讚 隔天就會有新的影片 如果沒有破的話呢 那一個禮拜就不會有影片 那個時候是訂這樣的規則 訂了之後呢 觀眾啊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還不錯 你整體那個活躍度有起來 所以就一直保留到現在 那近日呢 也一直在追 就聘的進度 到你還沒換眼鏡的時候呢 我都看了 那很久了耶 至少兩年前的影片了吧 今天你從沖繩回來 希望下次的觀眾來信時間 可以看到我 永遠愛你英雄 by CSW 有點肉嗎 感謝你啊 下一位來自雲林虎尾的觀眾 導覽圖耶 圖英雄秘境很多感覺你會需要 所以就寄給你了 by射手男 這麼貼心喔 其實稍微看了一下 確實是 有些點好像可以去採一下 感謝你 下一位來自 新北市土城區的觀眾 這個是超級古董耶 這個盒子是當時 12、13年前吧 立英代理 戰鬥陀螺的時候 他有寫一些中文的資訊啦 然後中文的封面 因為我家有一盒 你的童年回憶龍騎士 希望你會喜歡 健身 目前看起來呢 保存狀態還不錯 就缺了貼紙 好懷念的感覺 下一位來自 新北市林口區的觀眾 掉出了超多的這個 陀螺點數 英雄你好 從以前呢 就一直在看你的影片 特別喜歡你的 戰鬥陀螺影片 說到這個 我的戰鬥陀螺禮盒 已經來了 其實大概上個禮拜 就已經收到了 不過就是 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有點Delay到了 可惡 原本是想要搶 全台首發的 看你抽過好幾次的QR Code 但幾乎都沒中 不是幾乎 是全部都沒中 所以今天就將我 收集很久的QR Code 一次全部送給你 希望你能抽中 這一位叫做俊智 我現在會彈個手指 如果有中的話 我就會把中獎的畫面 放在螢幕上 如果沒中的話 就會繼續開下一封信 下一位來自 台中市西屯區的觀眾 土英雄 其實我應該算半個老觀眾 大概是在無字幕的時代 無字幕的時代 大概就是三年前吧 那個時候的電腦比較爛 三字幕大概要跑個五秒 所以一整支影片做完 大概是一個禮拜 其實英雄你的影片 我並沒有全部都看 好還要講原因 第一是年齡的關係 說起來我大概比英雄大了五歲 因此有關玩具類的影片 老實說 難以打動我的心 我知道這部分的影片 也是你重要的客群 與收入來源之一 但我個人還是偏好探險類的影片 其實我的頻道受眾非常的明顯 首先男女的話 80%都是男生 所以我的題材跟我的影片內容 基本上都是以客人們為主 接下來提到年齡層 我的系列也走得非常的明顯 基本上就是一個合家觀賞 就是小朋友跟他爸爸媽媽 另外一個族群就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 所以就會有探險啊玩具啦 或是一些什麼神秘客啦 就找自己想看來看這樣 看著你在全台各地 就好像以前電視台播出的 MIT台灣制 或是在台灣的故事 其實這個以前我都是蠻喜歡看的喔 尤其是那種開的那種小吉普車 然後住在深山裡面探險 主持人還會示範怎麼抓蛇 那時候覺得蠻有趣的 拍出國遊玩的YouTuber很多 但專心深耕台灣本土的 可是少之又少 說你是最具草根性的YouTuber 一點都不為過 那去年開始呢 投身公子考試中喔 較無行俠時間 好好的看你的影片 大概得等到7月才會有空了吧 所以這封信是什麼時候記得啊 現在已經有空了吧 好最後祝英雄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阿涵 好感謝你 下一位來自台北市松山區的觀眾 英雄你好我是你的忠實觀眾 今年幼稚園大班 其實我沒有想到我的影片就是 受眾可以到達那個年齡層 還真廣欸 你的影片呢我都很喜歡 最大的夢想是跟你握手 如果你要來台北的話呢 記得在節目預告喔 祝你新年快樂 那不就已經是八個月前的事了 國權盡上 媽媽蓋比 基本上我要出席什麼活動啊 我都會提前在影片上面講 啊對了這一次因為 扁桃先發言的關係 所以遙控車比賽呢我就沒辦法去喔 不然傳染給別人就是很好 那今天影片的最後呢 其實我是非常興奮喔 我呢可以說是他的忠實觀眾 我在IG啦 就我在追一個漫畫家 因為我其實是蠻喜歡看漫畫的喔 我喜歡看那種 像以前不是有老夫子啦 報紙那種左下角會有四格那種 我覺得那種漫畫就是短短的小篇幅 但是當你看懂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蠻好笑的喔 那他呢就更厲害了 他在一格喔 當你還沒有看懂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但是一旦你看懂的時候呢 你就會會心一笑喔 所以我真的是蠻喜歡他的 那今天呢 非常榮幸的 他畫了一幅畫給我 那他的漫畫的主角大概就是這些 長頸錄的梗就是 頭很長喔 就會超出他的畫框外 他會以此做一些發想 那鱷魚的話呢就是嘴巴也很長 比如說跟他的女朋友在互報的時候 就抱不到對方 我還要買他的扭蛋 那素欄就是 非常的慢 不管做什麼事都很慢 我記得他一次好像是 在煮泡麵吧 熱水在煮泡麵喔 然後他就是倒倒倒 倒倒那個熱水 已經不熱了 就大概是這樣 他真的是 我覺得蠻幽默的一位畫家喔 我會把他的IG放在下方說明欄 讓他知道我們台灣人的 親和力 好不好 那這一張呢我就會把它放在 工作室的一個位置 希望可以讓這個工作室呢 多增添一點 要幽默感 好不好 我覺得幽默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OK 謝謝 今天的來信時間大概就到這邊喔 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I'm comeback 最近呢就會慢慢的開始恢復我的影片更新 或者說一些既定行程就會繼續跑啦 探險團呢也會持續的再收人進來喔 其實都是我們手動 我跟另外兩位管理員手動審核的喔 所以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樣 我再預告一下好了 我真的很想要再去武嶺睡一晚 所以有機會我可能會開一團 跟大家一起在武嶺睡一覺這樣 但是要睡在自己車子裡 不太適合搭帳篷 會被罰 好啦 如果什麼想要跟我說的話呢 我想要寄給我東西 都歡迎寄到台南郵局8-9 有時候要請你講 我們就可以收到囉 那我們最後兩張支影片 不能在裡面就是新影片 就到這邊了 再見囉 再見囉